吴宁娜 明明嗓 大家好 欢迎收看10月16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高双双 好 先一开始呢 带你来看到花莲福安庙与东陵的福德庙 举办113年陆寻护国佑台湾福德文化祭 全国各县市有35尊福德镇神陆寻环台守护台湾 历经了10天路程回到花莲 那么县长徐振卫 帅副县长严新章以及各局处首长 是前往福安庙来接驾 新年雄伟表示 这次福德镇神绕境活动从花莲出发 绕行全台后圆满回软 象征对台湾和尽平安的祈求 对花莲具有特别的意义 并表示 0403大地震之后 花莲经历重大挑战 协服全力投入重建 修丧工作已经逐步进行 终极屋永久屋动工了 百工百业复苏 不仅靠幸福的努力 详情的支持 也仰爱地方信仰的力量 保佑台湾和尽平安 这块宝岛 处处都美好 尤其是回到花莲 我想今年从花莲出发 从花莲圆满 这对于在花莲来说 是有份真真正正的一个 标的也是一个 台湾府的政审全国联合总会 在111年成立 接续发起 福德政审 寻步国有台湾 全国陆寻活动 不仅促进各地信仰文化的交流 更凝聚全台信众的力量 共同祈求台湾永续安康的信仰精神 记得继续合作的